唉小伙伴们 自从我的家园被一群熊猫袭击 我整天都睡不着 就怕这群汤汁鬼把我家园吃没了 而且他们还特别没良心 不给吃的就不理我 感觉我就是个伺候熊猫的老妈子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不行 作为熊猫的妈妈 我不能让我儿子继续这样下去了 首先我要把这些熊猫儿子全部召回来 好好教他们学习学习生存的本领 怎么就你这一只熊猫呀 你其他几个兄弟呢 俺兄弟几个 一听说你要送他们去学习 就留下可怜的我 全都跑路了 哼 看我不把他们全部抓回来 费尽酒牛二虎之力 辛辛苦苦找回来三只 还有一只跑哪去了 你怎么就不要我呢 昨天你还说要跟我去天涯海角 今天你就跟那个可恶的米斯拉跑 哎呦 这感情是失恋了 熊老师 感情这事不能勉强 我教你个方法 保证能把你的兔妹妹抢回来 你说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笋样 一副很不聪明的样子 你要是能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 兔妹妹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听你的 赶紧帮我变得有文化 兔儿 我一定向你证明 那个米斯拉没我帅没我聪明 好快就散播了 一大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报告 读书没桌子 怎么读书 还缺少个凳子 还缺书架 我一堆小人说没地方放 这老师最好要长得漂亮呢 明天天 就你们话多 先给你们桌子 再给你们凳子 还有书架 对了 老师就让我亲自来吧 对了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想来当我儿子的老师吗 你们有什么本领呢 赶紧使出你们的纱索简 来应聘吧 一经录取 待遇从优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